節目繼續來關心的事實前 在新港國小基盤一項有關 注意力不足過當前的相關工作 現時有很多家長和老師誤會 希望來了解注意力不足過當前的小朋友 他們的精神學習的問題 還有相關的對策 帶觀眾朋友再回來關心 注意力不足過當前 就是秀稱的過當年 常來出現在六歲至十八歲的學長以及青少年 臺灣信心率帶有在七趴 歷正在新港國小的保證館由新港家族社會 基盤一項參與注意力不足過當前的 向我們工作來和教長的 諾思議家長進行討論 我們今天很開心來到新港國小 來參與一場公益講座 是我們臺灣新動家族兒童青少年關懷協會 所舉辦的講座 這個協會的理事長 是嘉義長庚醫院的精神科醫師 陳錦彤醫師 那很感謝我們民雄在地的企業 幼營企業 能夠贊助我們 新動家族五年的專案計畫 從去年開始在民雄展開 那很開心今天 能夠把我們這樣的很寶貴的資源 引進到新港 那在我們新港國小 有很多家長 跟老師一同來參加今天的講座 我想主要要針對所謂的ADHD 第一不專心過動症的孩子們 我們家長以及孩子 如何能夠引導 這樣的孩子 能夠走上一個正確的道路 我想這個是對家長來講非常的重要 特別是我們新港國小的老師們 也能夠獲得這樣的資源 對於我們班上有比較特別的孩子 是可以協助他們 有一句話說 沒有不正常的孩子 只是孩子不懂得如何表達他們的需求 我相信透過這樣的講座 能夠有一個很好的資源的介入 然後專業的醫學知識 能夠幫助孩子們 有一個快樂成長的童年 希望能夠讓所有的父母成為好父母 所有老師成為好老師 孩子成為好孩子 以完黃啟豪表示 這次在新港國小基盤 占對於祝日不足過動前的講座 是有這個領養的環圍 曾經向醫師來做基盤 希望可以透過這次的講座 讓老師以及家長 可以快來了解 對於祝日不足過動前的應對 這幾年 尤其去年正式開始進行 新中全團的計畫 就是把這些課程用數位的方式 在網路上面 我們有影音課程 有直播課程 然後有共學的團體 那我們試著帶領這些家長 跟老師協助這些孩子 給他們資源 尤其是一些資源比較沒有的地方 沒有兒童精神科醫師 或是沒有兒童心理師 這樣的一個地方 我們透過數位的方式 就可以讓這些家長跟老師 更有能量 然後去協助這些很有挑戰的孩子 那因為這些孩子就是 能夠在一個好的照顧者協助之下 那事實上他們的改變跟進步 是非常非常大的 相反的 如果照顧者不了解這些孩子 而是用一些比較懲罰性的方式 那事實上這些孩子 將來的會發生很多的公平症 那憂鬱 焦慮 甚至一些行為障礙的更嚴重的問題 所以這是我們這個計畫的一個起源 那我們執行一年以後 那事實上已經幫助了500多個家庭 那93%的人 事實上感到非常滿意 然後大部分 有在五項指標裡面 尤其是親子互動指標裡面 全部都得到改善 所以我們今年就會開始大力的推廣 那也謝謝在地的幼銀企業的贊助 所以我們是以 目前是以嘉義縣為一個 第一個擴展的示範區域這樣 在市長曾經向標示 這輩子的家位是要讓 有多處理不足貴重前 主臂前 交流前 以及拖累市政的家長 以及農事 因為這些小朋友都有構築的困難 但是家長跟農事 都是比較早去訓練到 要怎麼去應對這些小朋友 所以希望可以透過這輩子 讓人了解如何去做期間的平衡 細心新聞類交新鋼香彩虹不得 你知道學校有什麼東西換新的嗎 對啦 各有新風換氣系統 近整的地方都會油 油油油油油 一油一油 近整的車 放太多的整個流出來 現在可以放比較多 然後置物空間比較大 你會不會過敏 會 裝了新風換氣系統之後就好很多 而且也比較不容易打瞌睡 考試100分嗎 呃 成績有提升啦 我敢學新的草草 因為新的草草很好跑步 跑步超舒服的啦 總 對 成績是軟體的基礎 硬體是軟體的基礎 升級校園才能升級孩子們的未來 讓嘉義的孩子們盡情學習 大口呼吸 大口呼吸 快樂奔跑 嘉義 我的嘉 教學環境 全面家 全面家 小晴露 大禮 港 rea 谢谢观看